他曾是我的挚友 那天他向我问起 可曾听说过无响的一刀 我说自然 那一刀只有神法降下之时才可得见 那一刀是雷电将军武艺的极致 是最强的象征 可他说 那一刀未必无法企及 总会有地上的生灵 改于直面雷霆的微光 后来 眼兽令不轻而止 民众的愿望 逐渐沦为契着永恒的专网 在我无奈四处流离之时 却听闻他向眼兽令的执行者 发起了御前决斗 御前决斗 庄重而又残酷 败者将面临神法 圣者 可迎去转机 或许他在想 他是最适合站出来的人 直面那无响的一刀 本就是他毕生所愿 可当我抵达天首歌时 决斗已然尽数 只听到神法之后 他的断刀落地的声响 那就是他想要见证的光芒吧 在最后一刻 他的脸上会是怎样的神情 来不及猜想 我只是上前夺走了那颗光芒焕散的神之眼 随后逃离 我只知道 不能让他那斥烈的愿望 被砌进冰冷的神像之中